利率这么高 贷款又难 要考虑一下这种合作投资的这种方式 首付跟贷款能力这块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最终是一个win-win solution 我来说一下为什么 我国内的人愿意去合作买房 首付出到15%或者20% 还愿意回报是大家50 50%这种情况 来合作 就是说大家呢 还是要看重这个贷款能力 因为最近我看到有个新闻 有一家公司老外的那种公司 比较大的公司 愿意帮助大家买资助房 他来出首付 包括有些地产经济 他们也是这么去提这个合作方式 他说我愿意出首付 但是回头房子回报的时候 他要按首付比例去拿回报 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人家买房的人合着帮你赚钱了 就说他忽略的贷款能力 这个重要性 因为对于我的合作对象来讲 怎么说呢 他去买一个房子 无论国内的还加拿大的 他可能至少要40%或者35%的首付 才能买这个房子 那这个房子如果每年呢 我容易比较一点啊 就是一种情况呢 说他自己一个人 40%首付买了一到100万的房子 这房子呢 我说50吧 这样好算一点 就是说他本来可能是50% 去买这么一套房子 100万的房子 每年呢涨7% 那他的投资回报 对于首付来讲 就是14% 但是呢 他如果跟另外一个人合作 买两套房子 因为那个人能够贷款到75% 每套房子他都只出25% 那他的这个投资回报呢 就是4728 本来他出50% 他的首付投资回报率是14% 但是因为你跟一个 能够贷款的人去买房 他的首付投资回报率呢 就变成了28% 你知道吧 他把这个投资回报的这个28%呢 分一半 给这个提供贷款能力的这个人 其实他的回报还是14% 所以你原来是自己买一套100万的房子 出了40万的首付 结果呢 他跟别人合作 买了两套100万的房子 每套都是20%首付 其实他的投资回报率是一样的 甚至还更多了 在那一套房子上面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本来呢 只能是这一套房子挣钱的 但现在他能两套房子挣钱了 其实呢 他最后的回报还是一样的 看着好像他分了一半提供贷款能力的人 所以在合作中呢 大家是要摆清这么一个位置 就是首付跟这个贷款人之间 大家是一种equal的 因为其实贷款人他是想办法搞定了剩下的80%的投资 你不管到底他出多少首付 但反正最后这个房子买下来呢 就是说通明的这个投资人呢 他不管合作对象到底是投出什么成本 他更关心的自己的回报 不管你出多少 只要我的回报更高 那我就愿意合作 当然了一般来讲呢 首付多一点的也会比较忙一点 或者说自己不太愿意打理房子 那出贷款能力的人呢 往往会就是说额外再多做一些房产管理的这种事情 因为他本来也贷款能力强 都是工作能力强一些 时间也会多一些 这个东西呢 有时候就不要太去算这个细账了 有些就互相的这个利益分配 所以呢 如果我们客户合作买房呢 我可能会建议就是说资产比较丰厚一点的 不太担心钱的 但是贷款能力比较弱的一方呢 就是可能你出到15%或者20 我觉得比较现实的呢 可能就说是他出到20% 但是呢 要求贷款能力的人拿出5%的首付 放在风险资金里面去 然后优先去 就是说每年这个负现金流是先扣他的钱 但是到年底扣的这个负现金流的一半 另外一方呢 再补进来 这样的就是说 因为贷款能力强 首付少的人往往自己风险资金也少 用这个方法呢 让他呢 就是在风险资金上也会提前 省他一些钱 把它放在这个风险资金里面去 当然这个 我们到时候都可以再细聊了 我只是说一种比较合理的 我的角度认为比较合理的这种方式 认清这个首付跟贷款能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分工 退出机制这呢 说刚才我们讨论了 闭环只有时间跟卖房决策 到底怎么决策 谁优先买断 这一会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现在呢 有一套房子呢 是出现了 已经持有了三年 确实涨也超过了20%了 他这个房子呢 曾经涨到过86万 但是呢 合作方 他国内的投资出问题了 被人家搞得连首付都没拿回来 投资 国内老出这种事情 风险比较大 最后呢 他说我没办法 我就是我需要更多的钱去周转了 要退出 那我说这个时间卖不太好 因为前段时间有调整嘛 你再扛个一年 我们应该又能有86万 北约克的粮食啊 86万甚至更高一点卖 但是呢 就是他扛不住了 那这时候就是有一个 是有个优先买断 但你优先买断以什么价格来卖 又是个问题 那我真的把这房子拿到市场上去卖了一下 放83万 但是在那段时间呢 去年啊 就是83万看的人不多 后也没有人下offer 那就至少说明就是83万呢 如果我以83万买下来 对他来讲并不是件亏的事情 因为那时候可能真的卖 可能81万或者80万才能卖掉 那就说我83万买呢 对他来讲并不亏 对我来讲呢 可能也是有点不够好 但是呢 大家都是合作嘛 一定是有一个互相商量 那我现在卖的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理论上不管是现在买将来卖 我们都会有一个地产经济的这个成本 还有一个税的成本啊 就按capital gain 这个卖了这个有税 但是呢 我现在买下来 其实是没有这个cost的 虽然这个cost的我早晚会有 就是比如五年以后卖 八年以后卖 会有这个cost的 所以呢 最后我跟他商量的说 在房价上我吃点亏 就是83万去买 买下他的那部分股份 但是呢 在这些交易成本上面 把将来的一些cost 他现在就分担掉 反正最后弄下来呢 他的首付投资回报率呢 还是有10% 年均10% 在过去三年里面 10%也差不多啊 就是因为本来差一些 因为如果是按年均7%的话 应该是房子首付的 投资回报率应该是37% 然后37%呢 就两个人平均一分 应该是17.5% 但是他这个卖点的不够好 所以呢 他最后是做到了 每年年均10% 其实对他来讲也不错了 就是在这么一个 不好的时间段卖掉 自己缺钱的时候卖掉 把所有的成本 都已经扣除的情况下 首付投资回报率 还能到10% 这个就是优先 但就说大家呢 如果是说83万谈不拢 你不愿意让我83万卖 你不愿意接受 就是说房价 这个成本的提前分担 那我们就真逼急了 就到市场上卖 80万了 还是78万卖掉 那其实大家都是 聪明人的情况下 都不会愿意 接受这个事情的 所以在83万 还是82万 还是80几万 两个人都是聪明人 一定会出现 谈拢一个价钱的 会比这个市场价 要好的这种情况 去成交 因为你自己那不消化 总是交易成本会低一些 总是会有这个好处 所以这个就回到 大家谈协议之前 事先就要 有一定的互相了解 持有时间 大家也说了 卖房决策 这不同点也说了 另外一个呢 说房子呢 出现了 比较多的意外的 这个cost 或者房子修理 或者房子打官司 导致之前 合作方放进来的 风险资金不够用了 尤其现在又一加息 等于负现金流 更厉害一些的 这种情况 等于原来可能放了 两万风险资金在里面 但最后呢 导致这个不够了 退出机制里面 有一项是什么呢 我们都要维持 这个房子的风险资金 一开始如果放太多呢 可能不太好 资金的效率太低 但是呢 到一定时候 大家要往里补 但是如果有一方 一直没有补 其实在股份上 就要对它 有一些惩罚 那你这个 一直没有补这个钱 那我用更多的钱 去补贴 保持这个房子 不被迫卖 贷款 不会断供 你如果只是暂时 在那补进来 就补进来 但你如果超过一年 还没补进来 或者几个月 五六个月 还没补进来 大家又没逼到 一定要卖房子 这种地步 有另外一方 愿意去为你 补偿这个风险资金 补月供 就是大概谈一个什么呢 这样过了一年 那你的股份 可能要减少5% 那另外一方呢 就增加5% 还怎么样的 就将来卖房子 如果是挣钱了 那就是平时 月供没有支付的人 那你的股份要减少 当然了 就还会出现 我卖房的时候 最后我贴贴贴 贴到一定时候 我卖房的时候亏的 都没挣钱 没挣钱 那就甚至要从你的首付里面来扣 如果你没有去提钱的 就没有去补这个月供 要有一定的惩罚措施 这都是对朱基治 事先要谈好的一些细节 现在呢 就是说我倒不一定真的这么去执行 我现在还能去维持这个月供 他这边没补上来呢 就是说我不一定真的那么执行 但至少合同里面有这么一项 卖房的时候呢 像刚才说了 过了什么比如说五年 最后还是没挣钱 就是大家真的要卖房 那真的要卖房的情况下 这都是很痛苦的 大家都不赚钱亏的 那亏的情况 一定要实现谈好退出机制 首先你肯定是优先还银行 优先付这个卖房的这些cost 就是交税了 不一定有税了 那时候亏了的情况下 但是什么律师费用了 所有这些费用 这个就是说等于甚至要从你首付里扣了 因为你这个没涨嘛 这个就是说看谁在亏本的情况下 谁说一定要卖房 虽然我们说允许卖房 但谁一定要卖房 那谁就要去补偿这个额外的亏损 如果是付首付的人 在亏本的情况下 过了五年还说要卖房 那这个钱应该是从首付这个人里扣 但如果是贷款这个人说 过了五年亏本我也要卖 除了还完银行 还有其他交易成本以外 应该是优先还首付的这个人这些钱 那个人去补其他的这些亏损 或者说亏损 大家有一定的比例去分配 跟大家说一下 这些东西 其实所谓退出机制 就是谈亏钱的时候 大家怎么来解决 因为赚钱的时候 这些都相对好办 亏钱的时候 到底多久卖 卖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来 惩罚这个亏钱也要卖的这种情况 但是真到七年了还都不涨 那其实已经没有责任了 大家都没有责任了 因为等于是当初大家对整个市场都看的不对了 后面这块就比较难 反正就是收入来讲呢 可能还是得接近20多万的收入才好合作 因为就是说你如果十多万自己贷款都有点捉紧间走的 15万虽然不少 但你要去看你的自住房 你自住房贷款又比较多的话 其实你自己贷款都已经难度了 去帮助别人可能会难一点 尤其刚开始帮大家穿着的话 可能会希望余度大一点吧 就是这样不会太捉紧间走 做起来也比较容易谈一些 而且呢就是说你好不容易两个人能够一块合作 如果一方的贷款能力强一些 一方的资产也相对多一点的 可能就是说我花这么多功夫去磨合 磨合完以后的成果也会更好一点 我既然磨合好了 那就不是只为一套 可能就为两套三套这么去方向去走 其实咱们有一些客户呢 处于就是收入也有一些十几万 不多不少的 但资产也有一些二三十万 那这个两个人都是十几万出头的 资产二三十万的 其实也是一个强强合作 因为你本来都是十几万 就像我这个跟这个台湾朋友合作一样 大家可能都挺高的 大家资助房都有些债务 房子又比较多都有拖累 但是大家加在一起 快四十万了 那一下就能做很多事情了 合作买房也有个局限性 资助房上面会有个局限性 分别从税务 还有从这个贷款的角度 这块大家知道有什么问题吗 你知道资助房为什么 就合作上会有一些challenge 考考大家 从税务角度来讲 合作买房 资助房 这个怎么弄 capital gain 税务还真不是特别熟悉 就是比较简单来讲 就是大家比如五十五十 就是你反正你们俩都不住 那就肯定不是资助房 但有一个人呢 确实想买资助房 那这种情况呢 会就说从税务上来讲呢 那有一个人真的住进去了 那他这个房子卖了以后呢 那只是百分之五十的部分 是享受capital gain 另外一个人 因为他没有住进去 那他是肯定享受不了 这个capital gain的 这从税务上 然后从贷款上来讲呢 会有个问题 你这个资助房 银行会有点不相信你 就说你这个买个资助房 怎么还两个人 一起买呢 这算什么资助房呢 因为你资助房 又不能这两家人 都住在这么一个房子里面去 从贷款上可能会 比较不相信你买资助房 虽然我们其实有的客户 首付特别少 但是贷款能力很强 我也想帮着穿河的 但他们也是有想买资助房 但资助房这里面合作 就会有些问题 而且呢投资房合作买房呢 也会考虑用公司买房 等于公司买房 我之前也讲过 有些利弊的地方 这方面呢 其实也简单 这样从税务上 从记账上面 都会简单一些 从公司买房 今天就是我讲的主要这些 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我有个问题 就是在那个贷款 这种合作买房 贷款怎么安排 比如说如果也是两个人 同时出这个贷款能力 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因为以前我好像读了一篇文章吧 他就说 虽然你内部约定是按比例 但是在银行征信上 两个人都是有完全的那个贷款额 在征信报告上 对 就跟你跟你老公买房一样 两个人的所有债务都要进来 两个人都有资助房 去一块买个投资房 那你们俩的资助房的债务也会很大 就甚至会出现 有些人不要以为你守护很多 就牛逼哄哄 可能会出现 你不但没有贡献 你还有很大的拖累 你明白是吧 比如说你一分钱收入都没有 或者说你有个五万块钱收入 但是你有一个房子 有两百万的负债 其实这种人 另外一个收入很高的人都背不动他 因为他拖累太大了 回答你的问题 这俩人 无论有多少套投资房 全给他放在一起算 无论有多少套自助房 也都债务一起算 新房子来弄 OK 还有一个问题 新贷的这个 就是合伙买的这个标的 这个债务 其实也是都算在两个人 同时都上两个人的征信 同时都算百分之百债务 对 就将来你在分开买房的时候 可能又是有些问题 但你如果一直一起买房 倒无所谓 其实跟父亲买房一样 你知道啊 但这个东西是有灰色地带的 每个银行算法不一样 有些小技巧可能就躲过去了的 但是说有的银行严格一点 是说呢 A和B一块买了一套房子 是投资房 回头呢 B又跟C一块去买下一套房子的时候呢 有的银行说 B你跟A有一套房子 然后呢 你的债务是百分之百 但你的租金收入只有一半 有的银行的算法呢 就有问题 但是呢 目前来讲 我们还是有些办法能去规避它的 反正我看你T776最后的一个总值 总值除以二 就你挣现金流是1000 那我就算你挣现金流是500 那你付钱金流是付1000 我算你付钱金流500 有时候这么就糊弄过去了 但是就说我跟你说 就是为什么有些客户可能买房 买到三四套的时候 要考虑公司买房了 什么呢 你合作买房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房子套数问题 像我就是五六套不着急 但是发现第七套银行不让我 或者说开发商不让我用公司买房 到第九套又出现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有八套或者我有七套 人家有两套或者人家有三套 加起来已经十套了 会导致我合作买房就有问题 所以说有时候到三四套的时候 可能就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提前就是用公司买房来合作 或者说自己公司买房了 要不然就是说我有个五六套 他有个四五套 我们俩也没法一起买房了 加起来超过十套了 像BEMO 我在BEMO 因为我房子里面要多了嘛 我在BEMO已经有四套了 跟我这朋友合作呢 这套townhouse呢 我必须得用BEMO来做 还好呢 他之前都没在BEMO 他的所有房子都不在BEMO 所以我们的第五套在BEMO还能做 他另外的refinance呢 我在帮他规划 我死活不能让他去BEMO做refinance 因为我这四套他这一套 我们俩townhouse就去BEMO做不了了 所以就现在呢 大家就是房子少的时候 我也是近代 如果有可能啊 但是如果现在利率太高 没办法了 我们也就去BEMO了 或者说你非要买一个 稍微自己贷款能力最封顶的地方 但是好低油的房子 去BEMO 但我一开始 从规划的角度来讲 现在都是能不去BEMO 就先不去BEMO 那把BEMO留在最后用 因为这个银行多套房的算法 会比较好一点 留到后面就用 你现在就把这五套全用了 你将来跟人合作买房都买不了了 还有其他什么问题 现在其实只是给你们谈个概念啊 你真的去合作 麻烦事多了 条款上还有很多东西要弄的 条款会很多问题 其实更多还是人吧 很大程度还是人 你能碰到一个能互补的人 这个人又大家合得来 买房的时候 大家不会太计较 都愿意多做一点的 反正在一些小地方吃点亏就吃点亏 碰到个人可能还更难一些吧 OK 那如果没问题 我们今天到这 大家就先休息一下 下个月在这 对公开讲座 大家可能要注册一下 提前注册一下 别到时候开始的时候再注册 有些话题你们想参加的话 注册一下会比较好 大家反正帮我也在YouTube上再点点赞 评论评论 分享分享 首先我强调一下 合作买房这块呢 不是我给大家这个服务的这个标准的scope 我给大家这个贷款规划 这些呢 税务规划了 或者出租了 市场了 这些服务是标准的 但是合作买房并不是我的一个标准的服务内容 属于是范围外的 属于是额外的一个增值服务 如果大家需要要定制的 是另外收费的内容 但是呢 现在有情况呢 我就是至少范范的跟大家讲一下 讲一些这个东西 因为具体合作涉及到法律条文 还有很多具体的项目管理的东西 就相对复杂一些 要说我们一对一的 根据你跟合作人之间的情况再来分析 因为这个工作量很大 每个人的特点也不一样 中间呢 就会有很多犹豫 有一些客户呢 我比较了解的 有一定的信任了 我也知道他的品号了 不然也跟着我买了两三套了 也毕业了的吧 我有义务在帮他们弄得更好一点 增加自己的买房的这个能力 那有时候我会在客户群里面 找品性相投的人 帮他们撮合一下 所以咱们这个客户呢 也是一个圈子 因为我跟每个人都是接触比较深了 比较了解他们的 就是投资的这个性格 跟这个preference 还有他这个为人啦 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可能会帮一些优质客户 一般都是买了两三套以后的 在我的帮助下 比较了解的 我会帮他们再去撮合一下 但是今天呢 我就是跟大家泛泛讲一下 不是我标准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内容 这个服务的衣服 感谢观看